群众聚集在芝加哥街头放声高歌 气氛热闹有如一场嘉年华会 但他们的诉求却相当严肃 美国民主党全国代表大会 当地时间19号到22号 在伊利诺州芝加哥举行 但支持巴勒斯坦的团体 前一天就前往举行示威活动 呼吁政府停止援助以色列 尽速促成加萨停火 夜连举行四天的民主党全代会 大约会有五万名代表 志工跟支持者涌入芝加哥 联合中心会场 维安人员早已崩几神经 做好万全准备 不止因应可能失控的抗议活动 也要防范向川普先前遇刺事件 据美国媒体报道 包括美国总统拜登 前总统欧巴马跟柯林顿夫妇等民主党重量级人士 会在围棋四天的大会上轮番助讲 好莱坞明星音乐界人士 也会参与这场盛会 为贺锦丽营造气势 至于已经抵达芝加哥的副总统贺锦丽 前天则跟搭档民尼苏达州州长华兹 一起到关键摇摆州之一的宾州造势 受到支持者热烈欢迎 贺锦丽画里藏针反击对手川普连日来 对他的嘲笑跟攻击 另外根据一项针对全美注册 选民所做的民调显示 贺锦丽以49%的支持度 为辅领先川普的45% 同时贺锦丽在亚利桑那州和北卡罗莱纳州 两个摇摆州的民调也领先川普 现在就看贺锦丽的竞选团队 能否把人气转换成实质的选票 华世新闻综合报道 哈喽 我是李明锐 想要抢先掌握最及时的新闻资讯吗 赶快订阅按赞开启小铃铛 锁定我们华世新闻的YouTube频道 感谢观看